問一下高嘉瑜 民進黨內部的支持者 都很焦慮嗎 焦慮 焦慮就是因為初選制度一改再改 然後破壞黨的團結 造成黨的撕裂跟對立 越來越嚴重 這樣才會焦慮 就是說民進黨 我一再強調 我們比國民黨好的地方 就在於我們的制度理念 這個制度不會因人設施 不因為今天你是賴清德 還是高嘉瑜 或是蔡英文去參選 而有所不同 每個人在一個公平公正公開 透明的遊戲規則底下 大家都有參與的權利 在這個制度底下 每個人都可以來表示 自己的理念跟想法 這就是民進黨的價值 就是民進黨比國民黨好的地方 所以過去我們一再批評 國民黨的制度 國民黨的換柱 我們說民進黨 絕對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民進黨就是在於說 我們是一個民主進步的政黨 民主的基石跟理念 就在於說 這個制度 不會因為今天你是誰而去改變 民主也沒有誰 就是非誰不可 民主的價值就在於這裡 可是今天如果民主進步黨的初選公告 公告之後有人來參加比賽 今天因為來參加了比賽的人 是賴清德而去改變 如果今天是游盈龍 你說這個制度會改變嗎 可能不會 大家會覺得說 游盈龍沒差 我們就走不走 可是今天是賴清德的時候 制度就開始改變了 高教育你很嗆 不是 我覺得說今天是誰來參加比賽 就會導致這個制度的改變 那就會有影響 我今天不是說站在賴清德的立場 而是說今天如果是蔡英文來參加比賽 可是這個制度因為賴清德是現任而去改變 我也同樣批評 今天不是因為他是賴清德或蔡英文 我覺得要支持誰的問題 而是這個制度的公平性 是一個民主價值非常重要的一個根基 那也是一個人民信任的一個理念的所在 所以你是反對延後了 我是反對 我一而再再而再說 這個制度這個遊戲規則 一旦公告之後 除非當事人同意 例如說你第一次延後 賴清德他同意 他覺得說OK 因為小英總統他必須要出國 所以延後一個禮拜 他沒有意見 那我覺得只要當事人沒有意見 我們也無語置評 因為當事人都同意在這個遊戲規則改變 可是這一次的再改變 賴清德已經在事前就已經告訴大家 為什麼在禮拜三終職會之前 小英跟賴清德都要出來開記者會 因為他們也是要向終職委喊話 他們的立場讓大家知道說 你今天終職會你在做任何決定之前 我先讓大家知道我的立場 不要說變成只有一種聲音 或是到時候事後出來說 你們事先都沒有表達 所以事先雙方都表達他們的立場 而賴清德非常明確表達說 他不支持初選延後 那我覺得既然這樣子 當參加比賽的一方 已經說他不支持改變遊戲規則 改變初選的時間的時候 你如果片面的改變 那就是改變了這個制度 那改變這個制度 你說是經過全代會同意 當初換柱也是經過國民黨的這個 黨代表大會同意的啊 那也是一樣他們的制度啊 那這樣的換柱當初民進黨是如何批評 而今天民進黨卻可以因為自己的某些原因 我不知道去改變這個制度 那你說這樣子是為了促進民進黨的團結等等 我覺得對於民進黨的團結可能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 很多人說有些人說民進黨只要初選必敗 可是初選一定敗嗎 如果初選的過程中 雙方都能夠秉持著君子之爭的風度 例如賴清德他說 只要是蔡英文勝出他一定全力支持 那蔡英文也說他不排除跟任何人合作 那這樣不是很好嗎 你們可以樹立初選的典範 證明說民進黨就是比國民黨好 初選必敗是總統講的 我不知道可能也有其他人認為說 高嘉宇你現在是陰黑啊 你聽不出來嗎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 沒有 我今天不是因為小英總統 我也覺得小英總統很優秀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的過程 讓支持者互相的對立 而且再延長一個月 總統太主席都已經說了 他的臉書已經 支持者互相撕裂對立非常嚴重 你說再一個月會更嚴重 一定的嘛 那把彼此都弄得上很累 還是再一個月搞不好就會有協調的空間 再一個月之後 說不定連民調都沒有啦 因為之後就全代會啦 全代會可能就直接霸王條款就出來啦 所以類似這樣的狀況也不是不可能啦 那你覺得對支持者而言 這樣是會更團結還是更分裂呢 我覺得只會更分裂 你覺得直接訴諸霸王條款 那綠軍的支持者一定更分裂 我覺得唯有透過一個公平的初選 才能夠團結支持者 才能夠讓黨內的雜音消除 才能夠確立說最優秀的人是誰 然後大家都能夠心服口服 因為這是民進黨的制度 制度沒有因為任何人而改變的時候 大家都能夠接受 那我問你要賴清德會不會被協調掉 賴清德的個性說實話 我覺得他很難被協調掉 那你說再一個月會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任何人知道 但是我相信 就是說這樣的互相的攻擊或是傷害或是會不會 賴清德怎麼了我不知道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想必賴清德是承受非常大的壓力跟批評 因為這陣子以來從賴清德宣布參選到現在 我相信黨內對他的批評跟給他的壓力 各種精神喊話等等 對他一定造成很大的壓力 你都沒有批評他啊 批評賴清德 我覺得比賽既然辦了 遊戲規則在那裡 任何人來參加都是OK的啊 都是合理的啊 就算游盈龍來參加我也覺得OK啊 我也支持游盈龍來參加啊 你真的很挺賴清德 我的意思說不因為任何人去參加這個比賽 我們就要感覺 雖然我跟賴清德是有私交 我覺得賴清德是一個很好的人選 但今天不是因為說我是站在賴清德角度 而是站在制度的角度 今天我一再的說嘛 如果今天賴清德是現任的 因為蔡英文總統要來 蔡英文小英要來跟他參加這個比賽 要來跟他一起初選 他就去改變遊戲規則 我也同樣覺得這樣是不妥的 不應該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不是因為是誰來參加這個比賽 而是說這個制度這個遊戲規則 我們就應該要去遵守 應該要去尊重 好 嘉宇怎麼看 我覺得當然李懿他是持觀光簽證來台灣 那依照台灣的法令 你就是不能上台演講 而且他是武統人士非常明確去參加這樣子的遊行 所以理所當然國安單位必須要記出我們的法令 那我們台灣也是個言論自由的國家 你要主張統一 主張獨立都可以 大家可以各自表述 可是我們同時也要了解說 確實現在台灣受到中國的威脅 也是有史以來最劇烈的一個時候 因為文攻武嚇硬的更硬的更軟 然後飛機不斷的飛過海峽中線共軍的軍艦 甚至透過買粉磚各種方式 反正只要能夠去影響台灣人民的心智的狀況之下 其實中國什麼方式無孔不露的去滲透 包括連在網路上買人PTT的帳號去幫他講話什麼 各種方式都有 那這樣子的方式你說台灣人民會不會受到影響 當然潛移默化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覺得政府能做的就是讓這些資訊公開透明 讓大家知道說 這些有可能就是中國他所對我們所做的這些攻擊 跟所釋放的這些消息 因為台灣就是一個非常民主的國家 各式各樣的言論都有 可是在無形之中可能這些言論它是會去影響台灣人的意志 或是影響每個人的判斷 甚至所謂的假消息假新聞 這個也不是只有台灣才發生 在國際上歐洲美國很多的國家都已經要求 他們的選舉制度必須要去正視這些假消息 還有中共的入侵 中共今天入侵去影響一個選舉制度 影響一個政局 不是只有在台灣 是包括歐洲包括美國的民主國家 都面臨這樣子的威脅跟攻擊 所以不是只針對台灣 所以今天不是民進黨要去威脅台灣人民說 你看中國這樣子來做假消息 或是做這些網路上的這些宣傳 因為他們不是只有針對台灣 世界各國的民主國家 同樣都感受到這樣子的威脅跟入侵 所以這是台灣人民必須知道 也必須正視的一件事情 否則台灣真的我們會擔心說 在中國這樣子的一個 不管是明的或是暗的各種方式之下 其實人民受到的影響是比想像中還要來的大 高嘉宇你這一類的言論會不會引來五毛的攻擊 其實我在中國好像還有人也是設立我的微博 然後把我臉書上的所有的東西都轉貼過去 所以你都沒有引來五毛的攻擊 不像王浩宇都引來很多五毛跟韓粉的攻擊 我跟世界大哥在中國好像還滿多粉絲 因為之前李敖的兒子 還是你終於拿一顆黑的攻擊 其實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覺得我們就是站在我們的立場去 講我們該講的話 我覺得就算那些五毛他們也能夠了解 台灣是民主國家有這樣子的理念或論述 每個人的立場不同 但是我們也不會去無中生有 那我覺得這些五毛們 就是也是可以理性的去對話 但是如果說五毛惡意的攻擊 因為他們也常攻擊我是什麼 甲魚啊或是攻擊我的外表 攻擊我的什麼 反正都有可能被攻擊 但是我覺得這些攻擊 反正你就是當作就是他對你不同的意見 他就是會去刻意的攻擊你 但是我覺得說 不用把這些事情放在心上 哇